我身旁的这台车是今年吉利最重磅的车型之一 博越L 作为2016款博越的车主 我看到它的时候 其实给我的感觉还是蛮惊艳的 因为你从它的身上能看到 吉利在这五六年来的一个变化和成长 所以今天我用老款博越车主的身份 带大家好好来看看这台车 并给出一些作为车主的一些建议吧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外观 其实它和老款相比 已经完全没有一个联系了 能看到整个设计更加的有现代感和科技感 整个联绎中网也变成了这种参数化的一个中网 加上这个可发光的吉利logo 和一个类似贯穿式的一个日间型的扔的设计 整个车头的辨识度要比老款提升了不少 而且下方也是使用这种黑色的一个运动套件 来突出它的一个运动感 所以说这台博越L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很难想象到它是一台十多万的家用车 那这车身侧面你能发现 它也和老款的博越没有太大差别 唯一有相似之处的就是这个悬负车顶 还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类似 其余的部分在尺寸方面 它和老款的博越相比 它的一个尺寸明显增大了 它的车上是达到了4米67 轴距是2777毫米 相比哈佛H6和长安CS7 Plus 它的长度更长 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车内的乘坐体验 包括空间肯定是更占优势的 我们来看看一些细节方面 其实这台车侧面也是使用黑化的一个运动套件 您看到黑色的后视镜 包括轮煤 整个车窗四条都是黑色的一个运动套件 然后下方还是使用了一个 GOOT E F1的一个细能胎 它的一个抓地力就特别的给力 最后我们来的尾峰也是它的一个设计 比较大的一个亮点之一 您看到上方使用这种上早流版的一个运动化设计 而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见识一样的一个贯穿式LED尾灯 点亮后的效果它的变速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下方也是一个隐藏式的排气 说整个车尾看起来给你的一个科技感和运动感也是非常足的 哇做到这台博越AO上面就能明显感觉到 往之前的那台博越它的一个差距 也能从这个类似的设计 发现出它极力这五六年它的一个成长 您看到大面积使用这种皮质包裹 中控台上方还有这种帆毛皮的材质 然后呢整个座椅啊 这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也是使用这种真皮进行包裹 接下来我们好好体验一下这块屏幕里面的一些东西 其实它使用了8155的车筋锡片过后 它整个的流畅度是完全OK的 响应度也非常高 并且呢它也是全系标配了准L3级的一个驾驶辅助 所以说相比我之前的老款博越 它整个的一个性价比明显的提升了 其余的部分呢 这个方向盘我特别的喜欢 在很多豪华品牌上面 包括什么奥迪QV创 就是同类型的一个方向盘 它整个的一个握感啊 包括材质也是这种皮质的 就是说使用起来的一个感觉 就特别的舒适 挡巴也是变成这种镂空状的 如果你选中了黑药套件的话 这也是一个水晶材质的 就是说质感也是更加的出色 而且它的一个化妆镜呢 它前面有一部分是 可以进行一个有墨镜一样的效果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有形式 说整个车内啊 它的一个质感啊 就比老款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好了 我们来到了博越L的一个后排啊 也是明显能感觉到 它是相比老款博越的一个指纹提升 明显感觉到 它的一个头部空间 包括腿部空间 非常的宽裕 而且呢 整个座椅啊 也是进行了一个加强 包括它整个座椅的一个 坐垫的角度啊 也更加的平和 下面呢 也是地台是纯屏的一个状态 而且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也有两个USB接口 所以说 它整个的一个配置啊 要比博越更加提升的明显 最后我们来看看它一个动力啊 它目前是有三个版本的 一个1.5T存烂油和2.0T存烂油 还有一个油电混合的版本 目前1.5T它的一个最大功率是133千瓦 然后2.0T的一个最大功率是160千瓦 油电混合的版本呢 是180千瓦 所以说 各有各的好处吧 1.5T的一个 和2.0T使用呢 是7速制双离合变速箱 然后油电混合版本 是使用的是三档DHT的一个变速箱 油电混合的最大优势就是水油嘛 所以说它一个百公里 4.7升的一个油耗啊 还是挺不错的 最后再给厂家 有一点点小的建议 就是发动机舱的一个液压感啊 我觉得还是会装备上 好了我们最后再说说它的一个导购建议吧 其实它目前有六个版本了 1.5T有两个版本 2.0T是两个版本 然后油电混合是两个版本 构色成本比较有限的话 1.5T的入门版本也是足够实用的 当然呢你的预算成本更高的话 它的一个1.5T的顶配版本 其实和我之前的一个老款博弈来相比啊 它整个那个智能化啊更加的丰富 当然你如果需求一个动力更好的一个版本啊 所以说2.0T的一个版本是更好的 当然如果你既想它的一个性能和能耗 同时都能达到油电混合的版本 肯定是最好的 就算是最好的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